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两个敲的时候 你的用意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他比较藏传的一些比较很完整的世界的这个衣柜里面呢 先有殷勤诸佛菩萨的一个环节 因勤嘛 那个时候呢 你就是这样敲的时候 就是要你给你会隆重地接待 明白吗 就是一些乐器啊 各种各样排队来 就是像那个总统啊 那些迎接的时候 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队伍一样 那个乐队一样来接待 那个时候敲的用意应该是应激 应激诸佛菩萨 在你的虚光当中 前发的虚光当中 然后你供养的同时瞧的话呢 你觉得 哦 就是我不是只是供一些话和什么 而且有这个配音嘛 就是也非常 这个月儿的这种乐器 就是一起供养 用这样去想 这样就可以 so with the thoughts of offering you sound it and you offer it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在藏地呢 专门下识 上宫下识 下识的时候会 一边念 一边敲 那个时候呢 你这个声音 听到的所有众生 希望他们能够 获得平均 明白吗 用这种去想 所以敲一个东西 你可以 有很多的这个观想方式 so sounding an object can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various ways of offering you know like in 上 or in 苏 whether it's some incense offerings to the gods or you know 苏 offering to the lower realm beings it doesn't matter um is the main thing is you are making the offering in the process of sounding ok 还有比如说在汉地的很多的那个大的那个 就像那个南天色的那个种啊 大的种啊 藏地有一个很大的鼓啊 你敲的这个时候呢 有专门有一个叫做 他藏文版叫 穷尔秦布达音的 simci 东方人体积 他说 就是 就是 希望听到所有的发鼓 它叫发鼓嘛 这个发鼓或者发中的声音 他希望他们进向去能够种下 解脱种子 in some temples or shrines we see this big damaru or a sacred huge bell and upon the sounding of that object that sacred object there were intentions and wishes or offerings being made that may all who hear the sound be enlightened and liberated 感恩看不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